中美的高层官员能否恢复对话 甚至是军事对话 但是要不到军事对话 那最起码外交的高层的对话 还是要维系住才好 美国不是一再这样强调吗 所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那么他也都已经表态 邀请大陆外长王毅访问美国了 好 当然还在等待着王毅的回复 但是呢 请教一下董哥 那么大陆方面还没有回复 但是陆媒有分析说 为什么呢 因为要看美国怎么处理赖清德 过境美国这件事情啦 您怎么看 没有 因为赖清德要过境美国 这个很早就知道了 那王毅反而是大家料不到的 因为他突然又回来干外交部长 那就美国来讲 过境跟王毅其实交所过那么久 大概也觉得说 至少有些事情可以谈 所以他就是很礼貌性说 那我就邀你嘛 那我们知道美国就是 布林肯才刚 他从美国回 从中国大陆访问回来 然后接着现在雷蓬多一直想去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局变 所以这个局变就让过去民进党政府 他做了非常多错误的误判 因为他以为美国还在大力的反中 那这个是错误的 就是说因为美国他也是以时计变 因为他也有险阱嘛 那这个险阱等于说让台海或者让我们跟对岸的关系 这些东西对美国来讲都有不一样的思考 是 那这一次等于说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赖清德他要过去的时候 他本来是很敲锣打鼓 他对外宣称是怎么样 要台湾的老百姓自己选择 你要投白宫还是要投中南来 那台湾的总统就是要走进白宫 本来是讲得很漂亮 那这个当然让美国害怕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部署 不是这样啊 你这样会让我们整个就乱掉了 所以美国就给赖清德 这个很很少见的那种冷淡 那个冷淡 那当然现在民进党一定请全力去作弦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所谓那些台湾人团体 台独团体 他们对美国的国会有影响力 能够影响到美国政府很多主张 所以他们一定希望说赖清德的规格 不要给他太难看 虽然是够境 可是是一个总统候选人的行程嘛 不要给侯友宜或者柯文哲 他们给比下去 那他们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作弦 所以这也是在外交上 就是让很多人觉得说 在外交上这一些嫌疾的东西 都纠杂在里面 对 那纠杂在里面 就是王毅 当然他现在就变成有筹码 就是你雷蒙多要来 我们这里有筹码 你邀请我 我有筹码 那最大的筹码是什么 最大的筹码是 APEC会议 要在芝加哥这边举行 你很希望习近平去 那你现在就不要 旧金山 那你就不要给我绑很多东西 对 对不对 你现在为了一个李家超的事件 那你是 你到底有没有诚意 是 对不对 因为李家超他本来也是会员 因为我们知道 香港本来就是一个会员 它本来就是你的会员 你今天要把它扣大到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感受不出你的诚意 所以董哥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呢 大陆都在看美国是采取什么行动 而不是只是说听你说什么而已 你就是要采取行动 可是如果说你现在对我不客气的话 那我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反制你 你如果今天要这样 但是你说你邀请我 但是呢 并没有感觉到的是什么 因为过去 因为过去中国大陆他 为了拜登嫌疾他很多事情做配合 可是我配合了你以后 你做得比川普还够问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 那大家就就是论事来 对 所以这一次 因为我们知道本来习拜 过去是电话跟视信五次 是没有碰到变 那最后习近平同意 在跟拜登那时候碰了变 在印尼嘛 你碰了变以后 你做了那些保证 你通通没有实现 你还在支持台独嘛 还在拉帮结派来对抗我嘛 还在搞冷战嘛 这些都是你保证的 结果今天你要跟我们 包括你要找王毅来或怎么样 中国大陆只有一个前提 要有诚意 不要嘴巴讲一套做一套 对对对 就是要看你的行动嘛 那但是蔡委员我们知道 其实呢 对于刚才董哥分析说 他觉得美国其实已经对于赖清德相对冷处理了 可是大陆方面呢 还是认为说你让他过境 那其实呢 你要想想看赖清德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就是个台独分子 所以他们其实在看他 我觉得跟之前在看蔡英文真的是有不太一样 那现在呢有陆媒就说中方还没看到美国对以下三件事落实 包括取消对华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第二放弃对中晶片技术出口的限制 以及台湾问题上不得一次又一次的玩火 偏偏赖清德呢又被视为什么一头灰犀牛 谢峰之前不也这样形容了吗 所以还说不排除中方让美方的邀请信变成废纸一张 但我就问了 现在如果真的赖清德去了一趟美国 然后呢 大家都在等着看大陆方面会采取什么样子的一个动作 不管是国台办或者是外交部 其实都已经是严正的发出了声明了 可是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引来解放军的进一步动作 委员 然后没有了 这个美国在处理这个赖清德过境访问美国这件事情 是 他有一个上限跟一个下限 他的上限很清楚 就是不可以比这个蔡英文规格更高 就是个上限 那有个下限 就是要满足刚才董哥所讲的 一些众议员受到台独团体的委托 简单讲 这民进党政府的委托的众议员 有个相当程度的满意 不能攻击的太厉害 所以他的上下限中间去拿捏 他就这个事情 一定也有跟大陆的外交部门来通过气 一定有 不可能没有 那至于大陆上满不满意 他基本上一定有个SOP 这SOP就是国台办你讲什么 国台办你讲什么 国台办你讲什么 我这个驻美大使办你讲什么 那讲完了以后 没有啦 就这样子 以往都是如此 不是 第一次吗 不是吧 不是 第一次嘛 所以我也就没有太把他当一回事 那拜登政府会把这个天花板设定到的大陆不满意也可以接受的地步 因为他一定要比蔡英文规格低嘛 是 那前段时间有人在讲说什么 听说他只会过境佛罗里达 听说怎么样 我都没有讲过话 因为这个不是这个 这些国会众议员所能够接受的规格 所以一定会比这个高一点 比这个低一点 那不可能像以前修理陈水扁要事 你叫安柯纳士就好了 也不可能 董哥印象很深刻 那是美国政府直接修理阿扁的啦 所以这次就看到是去是过境纽约 回是过境旧金山 不要去洛杉矶 因为他觉得洛杉矶那是共和党的大本营 就到旧金山洞 民主党的大本营 假如说这两个城市 是最具代表性的城市 那所以到旧金山来 然后纽约嘛 反正是这个台湾桥门 比较多的地方 那你办个桥宴 那大概不能够公开对记者讲话 因为蔡英文上次也不能 对公开对记者讲话 他就是配合那个谁 配合麦卡锡 呼噜个两句赶快跑 大概会是这种规格 所以这委员 所以你刚刚这样的讲法 就是说既然上面跟下面 就只要在这个中间这个范围的话 你不认为解放军会有什么大动作了 那解放军继承的演习 在台湾周遭 他能够采取差不多这样子而已 你说我跨海峡中线 又不是新的事 对不对 我到了二十四海里又怎么样 不要讲二十四海里又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他的解放军的军机拍摄影片说 你看我这样看过去看到中央山脉 你飞弹都已经飞给台北市了 这个什么稀奇 所以我是觉得基本上这个解放军也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现在中美关系大陆知道正在反核当中 大陆其实也采取反核的态度 美国才是反核态度 那你也看得到大陆对台湾 基本上也采取反核态度 什么罪惠待遇 什么温情喊话 我们解放军不对台湾 我们对台独分子 少数几个分子 我不想说你有对台独分做什么 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双方们都在缓和过程的状况底下 解放军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动作 好来 那但是呢 我们来看看 现在大家都等着看 那郭台铭会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 请教一下董哥 我们先讲郭台铭呢 他在脸书本来发文分享自己 跟这个世界视频的这位作者 Thomas Freeman有互动 而且分享谈金门和平宣言 结果呢 Paul没多久删掉了 到底为什么要删除呢 后来就解释 说郭先生在访美期间 拜会很多美国的朋友 跟Freeman会面不是外交活动 无意做政治宣传 那也希望呢 就算是贴文删文 大家都不要做过多的解释 可是外界可不是这么看 引发了很多联想 因为是郭台铭本人在做政治的操作 他去见张艺成 对不对 我们的棒球名将 然后就po了 然后去见火里烂也po了 他不晓得 火里烂很怕 就是说你有政治的意图 你又去对外去讲 因为我是个股市的那个 你讲十秒钟就会怎么样把我吓死了 这个是一个原因 很少人不认识火里烂 他对台湾很有感情 去年眼见杂志办活动他有来 那他做了很长篇的演讲 视讯 视讯 他有做一个视讯 做一个长篇的演讲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他就说台湾不要有太多的动作 去引起中国领导人来做一些决定 就是说你不要去挑衅 简单讲 第二个台湾不要再有这些动作 你应该好好去搞好经济 不要再去弄两岸的这些 他重点其实就是在这里而已 那我记得去年那是十月 我有看他的前文 他讲了其实 鼓掌最大声的人就是林卓水 林卓水在 在昨天火里烂那个他就骂 结果林卓水说郭台铭会删文 应该是贴文 说不出火里烂 对郭台铭偶心力血之作 金门和平宣言有什么美言 然后说郭台铭后来有警觉了 所以就飞山不可 可是七年十月林卓水 林卓水马上赞赏 他说台湾人民你要听清楚 听他的就对了 听火里烂的就对了 火里烂叫大家不要去搞 搞坏两岸关系 好好我们搞好我们的经济 对不对 那这个是其实台湾人民的期待 谁要兵凶占围对不对 谁不希望两岸和平 那我觉得郭台铭他鸡毛当兵居然 他为什么一直在表演 因为我们狗云党里面有个立委 是挺他的就是唯一的挺 公开还挺他的 就金门的整理证 他觉得说用金门这个和平 就可以去怎么样怎么样 我也是金门我最清楚 金门早早就和平 你说现在两岸在打仗 和金门人没有关系 我跟你讲 和金门人没有关系 第一个他不会打金门嘛 他已经打本岛嘛 对不对 第二个我们两方面这样的往来 不会有仇恨嘛 对对对 那我们的就是蔡振鲁 自己也很清楚 我们现在在金门也没什么军队 就是说你自己也很清楚 那过去利盈的那些人 包括施明德现在也在推 金门为和平岛 所以你所有这些方方面面 然后马英九时代 马英九在金门和平中 美联或者怎么样 不管八二三古灵头什么的 桌帘什么都去 所以这边本来就没有战争影子 郭台平想来玩这一块 其实是玩不到 他只是因为陈一箴嘛 所以金门陈皇爷 在诞辰他也去 八二三他也要去 那这些其实都是选举的动作 我觉得这些意义不太大啦 但是我是奉劲他 你不要有些人很善意的 跟你回个面 你就把他拿来敲锣打鼓 揍你要嫌疾的那个 会替别人带来困扰 是 而且这个 淑慧 那你知道其实呢 游盈龙董事长 他说 在野党总统梦终结者 所以就是让民进党的赖清德 继续赢咯 这郭台平真的要这样吗 然后你看 沈富雄 沈大佬 甚至说郭台平就很像 吴三桂啊 吴三桂都来了 这个电影时辰有一句话 我真的猜不透你 现在郭台平就是这种状况 为什么人家都开玩笑说 有钱就任性 霸道总裁 何况郭台平不是有钱 他是超级超级有钱的 他光今年一家鸿海 一家 他旗下有很多上市公司 光是一家鸿海 鼓励就九十几亿 九十几亿 大概可以选三次总统大选 然后又怎样 对 所以他没有成本问题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 都会评估后果 这个后果是不是会很严重 这个后果我是不是能承担得起 但是今天所有的成本问题 跟后果问题 可能不在郭台平的评估里面 成本我拿五十一出来 不过今年的半年鼓励 对不对 后果没有当选 我去继续当我的首富巨富 我还是一样这么有钱 我又不会一落选 财产就被充公 所以他没有成本 也不用考虑后果的情况底下 坦白说真的很难预测 他到底要什么 因为他可能只是要出一口气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从理性来判断 你从理性来判断 如果今天赖清德在这里 郭台铭一宣布 或是郭台铭民民调 一宣布也可以到这里 把中间两个都往下拉 那他参选有正当性 对不对 我出来以后 我也是一统江山 然后跟赖清德分田抗礼 可是不是啊 我们看到赖清德在这里 今天柯文哲在这里 侯友宜在这里 但是如果郭台铭一出来是 全部都往下掉 三个全部在这里 三个全部都跟赖清德差距这么大 那你到底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今天民进党觉得沙喀都 我有七成把握 但他觉得七成还是不太稳 细卡都我有九十九的把握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个 友台的争论节目 已经不断在做 哇 郭董多厉害啊 郭董怎么样怎么样 就拱他嘛 对 大陆的用语这叫什么 这叫捧杀 捧你是不怀好意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 你从理性判断 你从民调来判断 你都知道郭董的参选 就是让三个人全部一起往下 你知道总统候选人不是这样 台北市议员选举内湖南港 我第三高票我已经超开心了 可是我告诉大家 总统第二高票 你还是要选败选报告 你只有第一名会赢 其他你东东要准备选败选报告 所以你没有意义嘛 你参选这个除非你是出一口气 要不然你就要有避胜的把握 要不然拖大家一起死干嘛呢 那我们一直都在想 我最近看那个民调的变化 我就觉得说 其实国民党就好好走自己的路 先团结然后出发 郭董要做什么事就让他去做 为什么 因为现在看起来比较紧张 遇到很多民众党的朋友 他们现在其实蛮紧张 郭董的动向 因为所有民调都发现说 这个侯友宜都差不多 被郭董最多影响一两趴吧 但是这个柯文哲 会被影响三分之一 是 百分之三十 所以我想郭董的是 我们还是留给柯文哲 去伤劳金好了 是是是 就是郭台铭比较会分走的 这个柯的票 从天性比较高 所以这个蔡委员 那当然啦 沈大佬都已经讲了嘛 那国民党中央 不就应该对郭台铭下重手吗 只有朱立伦有资格啊 可是朱立伦却说 任何分裂啊 任何分散的力量 都是民进党的胜选机会 心痛愁快的不要做 成功不必在我 但一定有我 讲完了以后 那到底要做什么呢 好像也还看不太出来 我是一辈子都非常的遵从沈大佬 但是这一场选举从一开始到现在 沈大佬没有一件事情判断对的 嗯 就是事实嘛 这没什么好否认的 是 所以他讲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判断从头起点就错了 错到现在 嗯 相对的我好像从头到了对啊 啊 现在就是要看一个问题了 就是第一个 刚才实委讲说 郭台铭这一次领了九十几亿的 红海的鼓励 对 他百分之四十交给中美国政府啊 就交了四十亿啊 台北市至少分到十五亿啊 这个就是他的底气 台北市民就分到十五亿 他的底气 就是说为什么至少会有十趴到十五趴 支持国台铭 而且这些人是跟 柯文哲有关 跟国民党比较没有关 为什么这些人是谁 有的BNT的受贿者啦 有他长期赞助的一些公益活动啦 因为过去每一次有灾难 但是说他跑第一啊 那台大有现在有很新的治疗癌症中心 有很多的病 有很多的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所产生 我们要重视这个社会现象 你把他看到社会现象的看待 不能说啊你骂你 你你你不照一次我就骂你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去让这些郭焚能够来支持国民党的理由 嗯 我我讲过白了吧 那刚才那个十位讲对啦 说这里面大部分人不投给国民党 而是投给柯文哲 只是他把他从柯文哲事上拉过来 那跟你国民党什么玩意啊 你国民党再团结不会上啊 你不会上你朱立伦就要下台啊 对不对 那你是朱山贵还是还是郭山贵 不重要嘛 你郭山贵还是金山贵 不重要嘛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忽略郭台铭吗 你根本没办法忽略 那侯友宜的选情 那个才是大家来临的支持者关注 两个人铁定不会上 不管柯文哲选 侯友宜选 他们两个不合成一组不会上 加上一个郭台铭不会上 就像刚才十位讲的 又不是选议员对不对 我只要第三高标还会上啊 你三个人加起来就是不会 你不合作不推出一组就是不会上啊 那推出的意思为什么是侯友宜 给我个理由啊 对不对 你就给我个理由 国民党提名就比较大 你说哎呀 我的县市长 我的什么 你以为这县市长就会挺你吗 谁敢去得罪郭坟跟柯坟 然后说我听你侯友宜整天 不是我听你侯友宜整天骂郭台铭 谁敢 只有我们董哥敢 为什么 这是要选举啊 是 他未来还有其他的政治前途啊 对不对 他也很清楚说你侯友宜就是这一局就结束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要如何去化解这一局 我觉得陈朝文的方法最对啊 哎呀我们大家团结成一组 这是主流民意 主流民意不是你侯友宜当选 不是你郭台铭当选 不是你柯文哲当选 或者郭台铭当选 主流民意说你们合成一组啊 阿猫也好阿狗也好 你们一组出来选把民进党拉下来 六成民意 好不好 少一点五成五民意 为什么不呼应主流民意呢 好所以你说就是要合成一组才有迎面 可是董哥 现在这一组你说到底要怎么样来安排 侯友宜一定想 我要先想办法摆脱老三命运嘛 拼命的冲 至少我的民调要往前拉 那现在访日行结束了 那也说 这个对于麻生来讲 很多的疑问现在看起来呢 好像比较没有了 比较没有这个疑虑了 好那当然这个柯智恩有这样说法 那现在目前那回过头来看 好所以侯友宜一方面要拼 你拼到前面 那你才有什么 跟另外这两位去谈的条件嘛 那柯咧 柯当然现在就被问到说 是不是有可能郭柯配 或者是柯郭配 当然啦 这个他就只说且战且走 且战且走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 可是哦 可是现在吴子佳说 柯文哲现在开完演唱会 他看到的民调是跌了3%了 那么他说的内参民调是 赖33柯22侯友宜19 看起来19跟22没有差很多啊 所以到底你说就算是要一组的话 蔡委员刚刚的建议 那要怎么安排怎么瞧得出来 因为在台湾选举这几年变化很大 就是说你过去的算法 或者看他的流向集都错了 譬如说我们过去讲 联颂和一定打败阿扁 可是还是输啊 那国民党跟清兵党加起来 选票六十几怎么会输 输啊 那时候的民调是五十六啦 宣布那一天是五十六 阿扁只有二十几 那所以有时候 在选举医院不是一加一 就大一二 不是 不是沟台银 或者柯文哲加侯友宜 就是会有多少票 你国民党有多少票 他有多少 加起来就是那个票 不是 那台湾这几年选举就变很特殊 其实你看台北市的选举 就可以观察了 过去民进党在台北市 怎么差 大家都认为至少就是三十五 可是陈时中 前台湾民调最高的人下去减 只有三十一点九几 不到三十二 这是七年的投票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因为现在的选举结构 跟过去的选举结构 它不一样 那现在的媒体生态 网络的生态 又影响了很多选举 所以在选举里面 过去很多的算法都不一样 像今年这一次的选举 介入最多的是民调 介入最多民调 那韩国瑜很有警觉 韩国瑜上一届选举 他就发现那个民调 有在操控他的声望 他曾经民调只到十几 然后猜英文五十几 这不可能嘛 对不对 可是把你做成这样的话 把你弄成一个小丑的话 后来韩国瑜使出一招 投票前四十天 他就叫大家不要相信民调 对不对 把这个全部把它斩断 那斩断当然就对很多民调公司 他就变成很难操作 他说我的支持者 要是有人打架来 问你挺嘴 一定挺蔡英文 大家记得那一场 那有时候你在看 因为选举 我真的讲都会有一些变化 那这一届的变化 过去比较少碰到 就是因为撒卡都 而且已经形成 跟2000年情况很像 宋楚瑜连战 陈水扁 到投票前三个月 陈水扁的民调 还是第三你知道吗 那因为陈水扁的阵营 我比较熟悉 因为他过去当台北市长 所以他那些人我都认识 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信心 他们说其实不一定有信心 但是就要且战且走 就看你有什么那个 没想到 没想到宋楚瑜的星票案出来 就开始铺天铺地 不是民进党在打他 是国民党在打他 打到最后当然就双双肉弦 阿扁哪三十九点都当选了 那我在讲这几个故事 我就跟各位朋友讲 就今年的选举 其实现在还未必那么明白 还五个多月嘛 所以我觉得每个阵营都在等待 因为赖清德他觉得说 我去美国那边我再弄一下 我只要把我的选票 撑在四成左右就好了 我这样就可以 那我把百分之六十 让他们两边去平均 他一定这样 那民进党会指哪百分之四十吗 我觉得不指 我觉得不指 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东西 是用民调在判断 但是我们在算的时候 其实是用过去的 选举结果在算 选举结果跟民调是不一样的 那今天很多人讲 选举的那个 对国民党不利在哪里 因为国民党不利 就认为说你应该去整合 你整合郭台平你没办法整合 柯文哲又硬要选 那你应该去跟他合 合最 蓝合的最大的一部分在哪里 当活有余最高的时候 柯文哲第三的时候 国民党要蓝白合 柯文哲都记绝 记不记得 那现在你要去合更蓝 他一定更记绝 不用讲 所以他的关键在哪里 在于谁正谁负 如果这个没有谈清楚 讲什么合都没有用 好 所以这个到底要怎么看 柯文哲现在目前的声势 我想包括蔡委员 淑慧你们都可以谈一下 因为到底柯是不是真的 还是要跟郭来合作 而现在目前柯民调 开始有点往下走 年轻朋友 尤其三十到三十九岁支持度 是不是真的是大降的呢 大幅度的下降的呢 那就当然有人在质疑说 开个演唱会有用吗 结果柯文哲自己说 如果不开的话 搞不好还调更多耶 淑慧你先谈 我觉得是这样啦 选举你什么努力都要做 没有人能把握说 你做这个民调就会多三趴 你不做这个就会掉三趴 所以他确实说得没说 开跟不开 这个都是事后诸葛 怎么知道会多还是不多 但是对于选举人来说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保持自己的新闻热度 永远要置顶 永远要置顶 那我想柯文哲现在在做的 就是这种策略 那民调当然是高高低低 他之前一下子飙得太高了 那现在民进党 过去民进党几乎都不检验他的 真的 我在那个友台上争论的时候 一副没有柯文哲这个人一样 那侯友宜是连戴不戴眼镜 这件事都会被骂 那现在民进党发现 不对了 这个柯文哲有可能 甚至是横扫民进党 北中南的年轻选票的时候 他又开始检验民进党了 那这种情况 检验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一定又会稍微 有一点点往下走 这个一定是他之前 真的已经飙得太高了 所以刚刚蔡委员讲的 其实我也同意 就是我觉得 是不是他们几个大人 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也不要说我们来讲 你们就怎样 你们又怎么样 我们不是候选人 也不是大人 但是如果郭台铭 他真的要选 然后柯文哲跟侯友宜 有没有可能你们三个 真的是直接聊一聊 好 来 蔡委员 我同意十位的讲法 像我就开这个 郭台铭玩笑 柯文哲玩笑 你会跟郭台铭 海滨散步看月亮 你不会抓着 侯友宜三个一起去 是不是 政治是现实的 我同意董哥 可能会有很多变化 那我这一次就给你赌一百万 三个率选 明天打包 为什么 赌盘开出来 通通是赖金额当选 然后所有的西瓜派 我给你讲支持一个候选人是两种情形 一种叫做因为你会当选 所以我支持你 我看好你 另外一种是说 哎呀我就信仰你 或者欠你人情 我拼好命 就是比如说你同党的 同乡的 同中的 同俱乐部 同澡堂都可以 我知道你不会显得上 我还是听你 但是比例必定比较少 现在的侯友也好 郭台铭也好 柯文哲在面对这个处境 你们三个顶多能够分的百分之六十 再怎么弃饱都不可能成功 所以现在是非常的不明 可是会不会等到九月 就像柯在可能独立参选的话 就是说柯九月 他心里面就会有答案了 我也当然希望说他们三个人 经过一两个月的沉淀 会心里产生变化 以大局为重 去找到一个大家协调的方案 但是骂来骂去没有什么意义 比如沈护雄 他说骂柯台铭是这个吴三桂 我骂朱立伦是朱三桂 为什么也没有意义 为什么没有意义 不影响大局 再讲了郭台门顶礼两句 你马英九跟金埔中 都是拿国民党中山奖学金 出去念书了 被一路栽培了 你金埔中还来 我这边拿了很多钱 去发给你们国民党的立委 那我请问你 是我欠国民党 国民党欠我的 我什么时候享受 你国民党的好处 没有啊 那吴三桂是吃清明朝的薪水 起来的 我什么时候吃你国民党的薪水 你不很难堪 这种东西你要去厘清 这是我现在讲的这段话 就是郭坤讲的 郭坤在里面留言 就修理这个神父兄 就这样子啊 你国民党才是什么 国三桂啦 从头到尾都靠 都没钱找我国民党 找我这个郭台门拿啦 那现在我不配合你 就翻脸啦 是 好 就这样子嘛 不好啊 这样绝对不好 对 来所以国民党 国民党自身有这个自身的问题 来 这个我先请教他赎惠了 因为罗志强强哥 他显然情绪很低落 所以发脸书 脸书你知道他说 脸书遭网军洗版 是某进办高层的出资所为 而且还说 连我的家人父母都不放过 高层你闹够了没 那么有钱不去打民进党弊案 结果外界都把什么 都把这个所谓的高层 都把它想成就是侯进办 侯进办 但是国民党现在是内部 又要干嘛 再起冲突啊 那强哥的说法 你跟他熟嘛 我是今天下午的时候 媒体要来访问我事前的时候 才把这个脸书给我看 因为我现在 因为最近开始要跑 父亲节的活动 所以我也没有一直在看脸书 我看了以后 其实我有点吓到 因为这是一个 蛮严重的指控 尤其是对党内 那我们当然不知道真假 从志强的这个文章里面 写到说是有记者告诉他的 那所以这个增结点 就是第一个 听了记者说以后 他有没有稍微去查证 去党内的人嘛 够写去问 可能有一些这个 这个蛛丝马迹 他有没有先去查证一下 然后觉得说真的有 然后气不过才写这个脸书 我不知道是什么状况 但是因为礼拜一 下礼拜一 侯市长跟侯伴 就要跟我们立委参选便当会 我的个性啦 我的个性会直接到便当会问 就是直接问 直接问 直接问 直接问说有人告诉我这是 进办里面的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 大概走跳江湖这么久了啦 直接问对方的反应 我们是看得出来的啦 是敷衍了事呢 转移话题呢 还是他就告诉你没有 你觉得他很坦然 我觉得直接问 关起门来什么话都可以讲 旁边还有很多公道博 有没有 我们都在旁边 我们帮他看一下 到底谁说真的 谁说假的 那但是你打开门 对外说这个 就很敏感的 就很敏感 因为你看今天 别人听说记者说 自强都不接电话嘛 发了脸书又不接电话 所以都在找我啊 巧欣啊 我们这些其他的 巧欣怀疑说有人反串啊 对 我是觉得有人反串啊 为什么因为 我跟巧欣跟自强 我们三个人 一直都被民进党的网军 是这个盯住的对象 像那个打篮球 一对一这样盯住 那过去在2020年的时候 黑韩产业链的时候 那时候我抓到 非常多反串的 就反串他是喊粉 到处去骂人 但你如果追回去 他原本的脸书 他过去的po文 你会发现说 都是蔡英文支持者 像这样的反串 其实非常多 网络嘛 你谁有空 一个一个回溯过去看呢 但是你只要回溯过去看 很多人都是 第一个假仗话 第二个反串的都有 所以在这种网络世界 真假莫辩的情况底下 我们情绪很容易被操控 我们自己的情绪 也容易被操控 生气沮丧什么都有 像我当年 被网军打了以后 我刚从政没多久 然后我就焦虑症 然后又焦虑症 所以我觉得自强 对我们政治人物来说 你有事冲着我来 但你不要去扯到家人 这个是底线 家人是非战区 所以他会这么沮丧或生气 或讲这么重的话 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扯到家人 如果你扯到他 你把他骂的猪狗 不如他也习惯了 反正你就是网军 我不看而已 但是扯到父母 不管对象是谁 我觉得他都会非常的生气 今天跟大家来介绍我们的冻吃 这是最近非常热门的夯品 这个冰真的很好吃哦 两种口味 大家来看一下 从包装就可以很清楚的 看出他们的差别 紫色包装 这是芋头口味的 吃起来是甜度相对比较高 因为另外一款呢 是酸酸甜甜的 羊汁甘露的风味 那么一吃里面有一些芒果味道 很多人都说 真的吃起来都也很不一样 好那么来看一下这个吃法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它就是一根这样的冰棒 然后你要先把它放在冷冻库里面 冰冻了之后呢 拿出来沿着产品的包装 上面呢把它撕开 从下面这样子一推上去 你就可以直接的吃到美味的冻吃了 好那么当然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来试试看 如果试试看 觉得很不错的话 也欢迎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 从中天快点购 就直接扫码来订购 也欢迎大家打CTI798 CTI798我的推荐码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有额外的折扣哦 ⑫